各位观众欢迎收看中天新闻秀方点题节目 大陆钢琴演奏家朗朗旋风这十年横扫全球 内行人欣赏他的情谊 外行人被他的故事打动 朗朗三岁起学情 夺得无数大奖 而第一面世界金牌 十一岁那年拿到 十四岁起他成了职业演奏家 而这些荣耀的背后 隐藏着漫长的枯燥练习 孤独的痛苦童年 还有严重的父子冲突 因此今天的这集节目呢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神童的成长历程 是一位演奏家的理想追求 他更是云云众生中 一个平凡家庭里不平凡的故事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这位天才演奏家朗朗 他如何运用双手扭转命运 台湾有很多孩子学琴 但好像总是父母亲一头热 买钢琴陪着练 但到后来呢 钢琴慢慢的用来堆放杂物 然后他就成为母子或者父子之间 不太愉快的一个回忆 那么这个不愉快呢 我知道你也有 但是你坚持了下来 得到了最后的成功 从三岁开始 孤独寂寞的童年岁月 日复一日 那些练习的重大瓶颈 还有痛苦 你是怎么样克服过来的 我要对我有一段时间就不想谈了 因为那个我那老师啊 就是刚去北京上学的那老师 他说我这个开除了 说我这个弹得不好 然后怎么教也教不明白 怎么告诉我我也做不到 所以那段时间是挺很难过 就变成一种 我为什么要弹琴呢 他给我这么大的痛苦 这么大的压力 所以有一段时间就会有这个 但最后我一弹琴我还是喜欢弹 最后当你把这个包裹放下的时候 你不去再想他说的这个事情以后 自然而然这个 这个接的这个节 他就解开了 自然呢他就自己解决掉了 你越去想那个节 哎呀我怎么做不到 我为什么要 他就永远都解不开 没错 但这个人生解不开的挫折有很多 像你那个时候呢 从家乡沈阳来到陌生的北京 我想对一个孩子来讲 被迫离开母亲 去适应一个新环境 这也是一种挫折 那么在这些挫折当中 你怎么调试 你看到了什么 对我来讲 可能我邻居可能 觉得挺受折磨的 这邻居比较倒霉 当你成天练阴阶的时候 你很倒霉 你邻居更倒霉 所以我好像有一个 楼下的小朋友 学习成绩都退步了 跟我总练阴阶在早上 他每天早上背课文的时候 都听到我在那弹 什么C major 什么什么 G minor 这个音阶 所以确实是我还经常去道歉去的家里 或者下次这个 你整体考一次满分的 这样的话 等于是我练阶还有点用 那么就要去平衡 那么如果总是去想苦啊 无聊啊 那才是越来越无聊 实际钢琴 我觉得跟宗教有点像 就是音乐就是跟宗教有点像 当你相信的时候 它什么都会走得很顺 你不相信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我现在说起来感觉挺 就是 就是感觉挺遥远 但实际就是这样 你就给他想到一个很好的结果以后 他声音出来 他就会很好 就是看你心到不到位 心要到位 但成绩也要到位 那么特别是对一位 还在学习阶段 还在起步阶段的孩子来说 那么参加比赛是不可避免的 从小到大呢 你参加了好多场比赛 当然得了很多大奖 也有不如意的时候 你怎么看待名次 还有分数这件事 那么即便到现在 还是很多人想知道 像你每次演奏之后呢 你自己的评价是什么 你给自己打几分之类的 我现在特别讨厌这种 就是说自己给自己打分的 我觉得自己可以评价自己 但是打分这种东西 你说你怎么打 你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打分是什么 十分满分 这很难据 你知道 就是我觉得就是 我对这个打分制度 对音乐来讲 我是非常不赞成 因为小时候也尽量比赛 大家知道差0.01 什么之类 我觉得这对衡量艺术 标准来讲 因为这种 实际是挺悲哀一件事 我相信绝对不是比分能改变一切的一个事情 实际有时候不拿第一名 斗志更强 实际第一名并不是给你很多 斗志 第一名是会给你很多鼓励 激励 对 但是 在你拿不着奖的时候 你会更有斗志 你会觉得我一定要 要翻盘 是这样的 所以说 我觉得总得第一名不是什么好事 让这个人很满足 你看我每次都第一名 结果最后 实际他最后到一定程度 就自我消失了 你愿意不热笑 这位依然是真的 这位依然是你的 那我们信任